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激憤 我本人其實沒什麼感覺 我覺得他們會選邊站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並沒有站在哪一邊 沒有 對 因為就是一定都是都有問題 而且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這種東西最難就是 以法律途徑其實最難解決的這個 對 但是我覺得日本會這麼嚴格的原因 首先其實應該也就是嫉妒心吧 他真的長得沒有到非常好看 但是卻一直教很不錯的男友 包括他外遇的那個 看他外遇那個看起來也很讚好不好 只是如果你想要倒醉就對著倒醉 對啊 為什麼為什麼這麼爽 很厲害欸 其實有些人真的就直接寫說 僕は愛ちゃん嫉妒心 那美人じゃないの絶対戀る所 那個不滑つくわけ 完全就是一個嫉妒性 不妨 嫉妒 幸福也知道 不妨 結婚 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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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結婚的時候 結婚的時候就已經有人 弄得廢廢養 就是有一點炫耀過頭嗎 其實也是人家的自由啦 反正是他的結婚典禮啊 他老公開心就好了 那時候的確看起來蠻開心的 對 這個很少人講到 但我真心的覺得 今天一個媽媽 就是她好像就不能夠 做自己身為女人 她想戀愛 做什麼鬼這樣 真的 這一次被炎上 就是她忽然說 身為母親應該保護小孩 導致一堆母親就開始大生氣 就想說你明明就沒有保護小孩 你還在那邊 那本人就覺得母親就是要 一直在小孩身邊 母親就是要面面俱到 母親怎麼可以談戀愛呢 我常常看到有人就說 我可以理解她想要談戀愛 我想說你根本無法理解 你根本沒談戀愛 欸我跟你講 真的是每人都沒有在談戀愛 她怎麼可能理解 有人談戀愛 但是她身為母親應該怎麼樣 就是沒有在她 身屬地上 以外人看起來會覺得很難理解 但事實上那個時候就是 她可能心裡已經 她受不了 那個時候她就是做出了那樣的決定 對 然後網路上就 我心想說為什麼啊 她當然要優先自己 對啊 為什麼不然優先自己 而且廣莫不是有名的好媽媽嗎 對啊 廣莫也順便被罵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是太常人說了 對啊 可是她的確找了一個移婚 就是有點複雜 對 對 而且她的確找了一個移婚 但是她的確找了一個移婚 有點複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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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確找了一個移婚 對啊 是覺得是不太好 是把事情弄得過於複雜 有點複雜 我必須說 一個女生 也可以是母親 也可以任性的 可以談戀不衝突吧 媽媽如果不開心 還不能愛別人 那也太慘了 我覺得她的意思就是說 沒小孩才可以一親別戀 喔對 對啊 你知道嗎 我媽我那時候離婚的時候 她也說 你要確定你這一生 再也不要愛上別人才離婚 為什麼啊 我媽都這樣 她覺得你離了婚就是 M 就是 她不 就我不可以再愛上別人這樣 為什麼 那就是離了才可以嗎 對啊 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你單身了才可以啊 我就是為了愛上別人才離婚的啊 對啊 因為你不單身就比較難 所以你看 就是有人就是她把結婚跟離婚 就想得很嚴重 所以你一輩子就只能這樣 真的 但是沒那麼嚴重 相信我 現在應該比較好了啦 可是我覺得你看網民的言論 就是那種什麼 你有小孩就不能 就不能外遇 我就覺得 沒道理 罵的沒道理 你說不能外遇就不會外遇啊 對啊 那時候人根本就擋不了啊 好還有一個是 我自己也覺得 她個性在日本女生裡面 算是稍嫌太強了一點 嗯 我覺得剛剛被更服 原來相提幣的廣播良子有點衰 對啊 廣播良子有道歉 對啊 就是所有的外遇的女生 其實都有出來 其實都有出來 他們每次都說 這個旅是世界 人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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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每次他們道歉的時候 我都想說 我真的不需要你的道歉 你跟我道歉幹嘛啊 不原愛應該要跟 前親道歉 對啊 不原愛真的應該跟前親 我跟你講有時候人就有這樣 像當年我離婚的前夫 經由她律師跟我說 你如果想道歉 我願意接受 對 但當年我心裡就想說 誰要跟你道歉 老娘就是沒有覺得想道歉啊 所以我就沒道歉 就是不熟 她就覺得我對不起她們 對 她要去道歉 所以我覺得不原愛的心情 應該也是這樣 就她就覺得 我幹嘛要道歉 我幹嘛要道歉 我會不會對不起人這樣 而且她到現在年 她不承認她外遇啊 她就說我沒有外遇 她的意思就是 她不用跟她前妻道歉 但妳要跟妳的老公道歉 如果她真的有 或是 她不用跟我們道歉啊 因為不管我們是 不原愛那個時候 不管是外遇的時候 或是這次 我覺得她其實很不日本 她個性很不日本 我覺得 我就是沒錯 死不認錯 對 真的死不認錯欸 我覺得蠻驚奇的 因為一般 我覺得她死不認錯 又不願意解決問題 不願意解決問題的那個 地方很像日本人很像 然後死不認錯這個問題 跟中國人很像 對 所以她有了兩片不好的個性 所以就是她個性差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錯 那妳就 妳就出來戰嘛 但她就是躲起來 對阿 要不然妳就 妳就真的開機 妳有開機頭會回擊嗎 好那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兩個人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 江泉手也是 她開機頭會其實好像 沒有實質的意義 你不覺得嗎 就是她的開機會 完全無法造成她想要的結果 就是她想要的結果是 基本上會走得更極端的 希望福宥愛 對可以還她小孩 可是她這樣子 一講福宥愛 連台都下不來 對 因為已經 鬧到國際上了 對啊然後 我仔細看了很多 有些律師講 就是說其實大部分 大家的見解就 帶不回來 嗯 可是我覺得她的行動 很台灣的直男 我覺得台灣直男就是這個樣子 她覺得自己有理啦 她覺得自己有理 對她覺得自己有理 她覺得我都讓步這麼多了 而且她又覺得是福宥愛的女孩 然後她覺得現在全世界的人 都站在她那邊 對 所以她就 是還蠻讚的啊 但是全世界在那邊 也不會有人 對啊 你說有人看到福宥愛的小孩 如果把她抓過來 那個人會變成誘拐犯 我在想要 那福宥愛的律師 不是說 你現在想辦法讓女方射死這樣 然後讓女方 語論身在自己這邊 可是 實際上也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教皇姐可能蠻優秀的這一點 一開始應該就覺得這個蠻好吧 因為台灣男生左邊也沒有太多 教皇姐應該一開始很用力 哈哈哈哈 你什麼 什麼東西啊 教皇姐一開始很用力的安慰 用力追 對追她 對追她 不是什麼比賽 她那時候腳受傷嘛 然後她就一直關心她這種 彈回來的話 就是說日本男生 教往前教往後差沒太多 對 對 可是台灣男生很容易 就相往的時候超級無敵讚 然後教往後變成一團廢物 對 就結婚後是廢物跟 還有家人啊 對 然後還會加上 就是一排人在後面 對 我只希望這個國際情權 希望能夠有個結果 不然這個狀況我覺得會持續很久欸 然後到最後 就兩邊在各個國家長大這樣子 對 但是這樣好像比較多人還是勸 扶原愛說可以 至少你先歸還之後再談 是比較多人是勸她 這樣子做的時候比較好 對啊 但她一定不會聊她 她這個人一意孤行這麼久了 而且她已經跑到別的國家去了 大概 是說她在新加坡 真的是在新加坡嗎 是啊是啊被拍到啊 喔哇靠 在高級飯店 然後跟她兒子在玩這樣 在遠池被拍到 其實新加坡很貴欸 所以她還是有老本 不是所以她兒子沒上學欸 好像要讓她在那邊生活讀書 所以她才開始變賣啊 日本的一些財產的後人 喔所以她移到新加坡 好像有時候她想要讓她小孩在那邊生活 喔 姐姐不能去新加坡 蛤啊怎麼那麼可憐 姐姐應該也想要去 姐姐也想要去高級幼稚園齁 對啊 不過姐姐在台灣念的也還蠻好的 的學校 不是可是 好啊那我們就要錄完了 希望你們不要罵我們喔 我們真的是 本來沒什麼興趣為了你們做的 對 查了很多 你們對服務員有什麼意見 你們持自由心證這樣 你們要怎麼想 我真的不在意 OK 好 但不要罵我們就好了 對 好 拜拜 拜拜 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ee 我們是Amy and Lee 好久沒有來這裡錄 對 怎麼樣是不是有種很清新的感覺 對 而且今天很亮 又明亮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要講粉絲敲碗的 為什麼Amy and Lee 要留在日本 好 好 為什麼咧 一開始呢 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來 好 為什麼來我們應該有點像吧 因為我們在國中的時候就認識了 對 那個說我們就是哈日 國二 國二 好詞語的一些詞 就是很熱愛日本的一群年輕人的意思 對 當年算是還蠻微微流行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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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